眼下上海车展正热闹着呢 宝马秘义的展位就上了热搜 不过呢 这热搜跟车可没啥关系 是因为区别对待 有去了车展的观众反映 为了吸引顾客展台发冰淇淋 不过中国观众去领 被告知已经没了 可没过多久呢 外国观众去领 不仅拿到了冰淇淋 工作人员还贴心的教他们怎么吃 嘿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吧 大家计较的呢 不是冰淇淋的小东西 而是这区别对待两副面孔的做法 外企在中国发展 没得说 咱大力欢迎 但开门迎客做生意 一视同仁 普遍尊重 您得做得到吧 否则不就成了看人下菜碟吗 前两年啊 有一些所谓的高大商品牌 一边呢 在中国赚钱 一边又搞区别对待 什么外国顾客 可以无理由召回中国客户就不行了 中国和海外供应的货品质量标准不一致了 翻车的呢 不少 有的呀 甚至被市场监管部门开了罚单 甭管原因是管理不善 还是有意为之 这些做法 结果呢 都是给品牌丢脸 给自己抹黑 刚刚啊 宝马mini品牌方做了回应 说这是工作人员失职 真心道歉 未来呢 会加强培训 怎么看着回应 大家自己心里啊 有杆秤就可以了 毕竟宝马的CEO 刚刚说过一句话 今日中国之动向将引领明天世界之方向 对照这话看 恐怕的确得好好改善一下管理了 点赞关注人民日报侠客岛 我们下期接着再聊 拜拜